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免費圖戰 這個Imager 的上傳圖片教學 然後貼上 網址貼上IMG表現的代碼 這個網址 教學頁面貼在這個 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等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那 YouTube右下有一個這個Gear 這個齒輪 把這個速度調到1.25或1.5 可以加速觀看 OK 那就是先點到這個網址 那我這邊分兩個視窗 來說明 這樣會比較好 解說 那進到這個 Upload 這個頁面的時候點擊一下這個browse 這個 這個是瀏覽的意思 好點進來 那 你指到 這個檔案總管相關操作 看一下這裡面 指到要上傳的圖片的位置 那我是放在桌面啦 這些上傳的放在桌面 這樣子 所以說我指到這個 本機下面的 本機下面的 那個桌面 那檔案總管相關操作就看一下這裡 那假設你的圖片很多 這裡 你切成清單或者是詳細資料 那因為這個圖片沒有幾張 所以說我切成大圖式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這樣子 那我先選擇這張圖 然後點擊一下開啟 它就上傳完了 上傳完了 這樣子 好 那複製 我這邊 我先把它縮小跟大家講一下 注意一下 它這個圖片 分兩種網址 你不要搞錯 一種叫做 一種的是 黏到 它會連 你點擊那個網址 之後 它是連到那個 這個imager 點看了這個 網站來看圖片 那這個的用途是用在哪裡 用在回覆話題 或者是 它就是用在回覆話題 比如說我問某某問題 就是說 像 我這邊的總極篇有那個 總整理這裡 就是說你的程式或者是軟體 出現錯誤信息的時候 用截圖軟體 這個截圖軟體截了 那我要提問嘛 提問的時候 我只要帶上它這個連結就可以了 上傳完只要帶上這個連結就可以 那我先copy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結果 copy過來 那個 這個 好 好 好 那第二種狀況是 如果要在論壇上直接的顯示圖片的話 要用 i 它前面會有個i 點 imager 點 那個.com那個 它會出現你只要注意看有沒有這個i 它是分兩種的一個是有i一個是沒i的 這個是有i的是直接顯示圖片 它會在 網址的前後加上 bbcode的img標籤 那這怎麼弄呢 參考一下這個圖 也是非常容易 這裡有一個那個下拉的 好你 你只要 滑鼠一道圖片 這個地方 有一個 get share links 這個 點一下 好點一下 看一下這裡有個bbcode 那個forums這個 這個是論壇的意思 好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翻譯 forums 好論壇的意思 forums 好 copy 點擊一下copy 貼上 有沒有 它這邊會有個i 這個是直接的 路徑 這樣子 好 那我發帖讓大家看一下我先把它copy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是那個效果 g nwb 我剛才不知道是哪一個打錯 ok 發帖 發帖 好注意看一下 這一種的有沒有 就是這一種大部分是用在回復什麼什麼東西啦 提問題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直接這樣用 就是 叫大家去連到這個站 去看這張圖 讓大家看一下效果 有沒有 連過來 有沒有 就可以看這張圖了 它的功能是在這裡 那前後加上ing的那一種的 有一個i的那一個 有一個i的這個 它前面有個i的 那網址有一個i 然後前面有個ing標籤那一種 那個是bb扣代碼 是這種論壇在用的 是這樣子 好 我再發 發表一條 呃 發 發 呃 bbb好了 範例 縮小 好 那現在我要上傳其他的 那個 那個 圖片 可以上傳其他的圖片是向下拉 點擊一下這個 add another 那個 image 那個我看一下 那個跑掉 那個 add another image 那個 那個是那個蝴蝶音的那個add image 那個 好 這個 好這個是可以在上傳其他圖片的 好比如說這一張好 這一張好 開啟 有沒有 他那個是可以 因為我那個剛才不小心刷掉了 他是這樣子 好他會顯示在下面 那一樣這邊也可以操作 就是你移到圖片上 這邊有一個 那假設你要在 論壇上顯示bbcode的那一種的 這個 是這裡 他會把所有的臨結用出來 還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是那個 鄉露的意思 鄉 那個 簽入 簽入的意思 embed embed 這個 他的用法是用來那個 那個是那個代碼的 那我們一般 是這兩個就可以了 這一種就是我前面講的 就是點擊連結到 有沒有到這個站來看 那這一個就是bbcode的 那個論壇是直接顯示的 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用法 這一種是直接在論壇顯示的 那這一種是要點擊那個這個連結 他可以到這個 這個 embed 這個站 來 看這個圖片 這樣子 好這是看大家的用法 好 如何 多張 那個圖片上傳 好這個 假設你的圖片有 四五張好了 四五張你這樣 一張一張很麻煩 那是這樣子也可以 一 二 三 那個 控制鍵壓住 鍵盤的控制鍵 這是基本的那個文書作業 控制鍵壓住配合滑書左鍵點選 被點選的圖片背景會反彈 有沒有這個反彈了 反彈 反彈 再一次 這三張圖是不是反彈 反彈之後再點擊一下開啟 他就傳了 一張 兩張三張 是這樣子 那你再慢慢的那個Copy 好再慢慢弄這樣子 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的用法 好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就是慢慢弄 然後 這邊 Copy 那原則上這個你在貼圖的時候 那我在前面的教學是有講過我習慣用這個 純文本啦 因為純文本可以 調那個 空白會比較好調 好 調空白或什麼的 因為 或者是你 Copy一些顏色有沒有 你不想要那個 那個顏色 那個文字顏色 或是有些字放大 那你就不要用鎖鏡劑的 因為鎖鏡劑的有時候會造成一些錯誤 造成一些錯誤 所以說我習慣用這邊的存文本 這樣子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使用這個 用這個論壇在 Discuss 這個 這套 那這個地方我習慣勾勾那個存文本 這樣子 好 關閉 他這個地方換這一張 Copy 你可以用那個快鍵Ctrl加V貼上 Copy Ctrl加V Ctrl加V 貼上 Ctrl 不是 然後那個Ctrl加V貼上 好這樣子 然後 H G N W 那像這一種的有沒有 在輸入完之後有沒有 盡量滑鼠再點一個 其他的空白的地方點一下 讓這個東西跳出來 跳出來這邊會出現一個勾 勾之後再點擊那個 發表 那個 就是說你遇到那種驗證碼的時候 輸入的時候你在那個附近 你再 點出來 測點發表 好這樣子 這是 這種的加那個BB Code的那個 有一個i的這個網址 就是會有一個那個i的這種網址 前面有一個i的這個網址 i.iduck 那個 img.com i的這個 就是 那個BB Code 它是直接顯示的 直接能在 那個網頁上直接顯示的這一種 那沒有i的有沒有 它是要 點擊 點擊這個網址到這個 這個頁面查看 就是這樣子 好 OK 那這個 這段的視頻就解錄到這 呃 要贊助的話 有沒有 要贊助 我這個網站 你就是點擊這個連結 就可以進行小的贊助 那大家也可以點一下訂閱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說明 我